女子刚入职就怀孕 女老板连夜注销公司 这也太离谱了 简直的用魔法打败了魔法 这是个真事 之前青岛的张女士 刚通过三个月的实习期 入职某家公司 不久就意外怀孕了 这也太突然了 让公司错误其妇 可伦知道 没多久老板更喊 公司直接破产倒闭了 又重新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部分员工也都跟了过去 但是没有聘这个张女士 张女士一看这 那哪干的 那朝鸡饭表 明明老板还是原来的老板 同事也是原来的同事 怎么就换个壳 我辛苦签的劳动合同 就无效了 带着记者上门讨要说法 那公司说 公司啊 确实是亏损 也是按正规流程 进行国产清算的 该给人的离职补充金 一分没少 在职的每一个员工 都拿钱签字走人 唯独张小姐 你自己怀孕为由 拒绝离职 要求公司继续每个月 给他发工资 这哪是否 双方谈了很多次 也没有谈妥 张女士当时说了 就算公司抖毙了 我也要和公司在一起 结果不是现在啥也没有 张女士是否 是个不公平的对待呢 从法律上呢 其实没有 这公司啊 已经自不抵戴破产了 你还让他给你 发工资小事宝 这确实也没法给你交啊 和你谈赔偿的 你还不接受 你说不定 那个时候 你还能拿一些钱走 那问题又来了 你说这公司 至于吗 不就一个员工怀孕吗 对公司 能有多大影响呢 首先咱说一下这个产假 法律规定 一般呢 是98天 如果难产 可以再加15天 如果是多胞胎 每多生一个影儿 再多15天 还明白 不同的省份呢 还规定了不同的奖励价 你比如 广东 80天 这么一家 差不多半年出去 歌照唱 舞照跳 这个不是啊 工资正常发 社保还得正常去 除此之外呢 怀孕期间 7个月以上的 不得要求加班 如果请假 一般必须得提论 工资呢 按80%发 这个负担呢 确实也不行 而且还是刚入职 就还越 有点懵圈 怪典也是呢 你们怎么看呢 太阳的阳路走不安 别人的日子 死定的痛苦了伤口 而成的视觉和